新北市有一个80几岁的红信老先生 昨天他中午被人发现倒在淡水民生路的社区大楼前 因为他的头部流血路人紧急报案将他送医 但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警方就调阅了监视器要来找凶手 就发现凶手竟然是一只身高大约70公分 身长100公分的米克斯大型狗 而警方认出来这是附近的小吃店老板所养的Lucky 结果的四主盗案对于没有将狗看好发生的悲剧 非常的自责被依过失致死罪寒送法办 老翁不出社区大门踩走几步路却突然倒地不起 附近民众发现赶快报警将老先生送医急救 没想到他却因为胸部受创头部重伤回天法术 因为那个狗主人没有把那个狗拴紧 让他到处在那个游荡撞伤的老人 人命关天警方调阅监视器要找出兆逃凶手 没想到一比对才发现凶手是一只米克斯犬 他因为太活泼好动在路上跑来跑去 不小心擦撞老翁才会发生意外 而警方也立刻认出这只狗是附近小吃店老板所饲养的Lucky 将四主跟狗狗传还到岸 平时他是有时候练有时候不练 他那个那只狗还算蛮温馨的 一般来说家中的狗肇事 四主有刑责也必须赔偿 但如果狗没植入晶片也无任养证明 求偿跟追究责任会相对困难 Lucky的四主对于没将狗拴紧 导致悲剧发生感到很自责 也愿意负起相关责任 记者SN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